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肿道道足足有一个拳头大 原来是胆汁天生较浓稠难以排出 短短三年间已经半夜跑过三次急诊 急性胆囊炎最常见的发生原因是胆结石 但未尝肝胆科医师邱展贤说明 也有部分人是因为胆汁过于浓稠 流动不顺无法顺利流到肠道造成发炎 个案40岁女性三年内断断续续疼痛就医 以为是胆结石但照超音波无胆结石抽屑也无异常 才发现是非结石性胆囊炎 这是一个40岁的一个女生 我这个case三年前看到的时候 她因为一直这个痛 在这个六五礼拜里面反而肤不痛 她也上到急诊去看 那那天我们来的时候 因为她蛮痛的 所以我就带到就给她做超音波 就看到她的胆很肿 胆很肿 那吃药以后再追踪她的胆跟肿就消失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是在当天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胆囊圆圆滚滚的 大家就看就是说好像这个气球是 如果大家看气球是打宝气的一个气球 就打宝气的一个气球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看到 它并没有别的大的发炎 像我们一看到说胆囊会有胆壁增后 这旁边会有积水 胆囊会有好几层 那常常我们会看到标准是 会在这个地方会看到有湿口 那这个就比较我们会在临床上 你这个是胆结石造成的急性胆囊炎 那对这种病人的话 常常医生看到你胆蛮肿的 然后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加压的时候 她会有苦痛的感觉 那这种病人她的症状都是只是上肤痛 那这个痛有时候痛到她会受不了 冒冷汗 甚至会吐什么的 那我们看到就这样 那这病人我给她治疗以后 三 五天以后我回来追踪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这个胆已经松开来了 那正常我们看到胆在空腹的时候 大概会看到的是 她的胆就是像这样 不是一个很薄 但是有充满了胆汁的一个性 那她是软软的 那这个病人这次回来就不痛 所以跟大家就看到就是说差别的差异 就是说她的胆在痛的时候是重的 但是这样一个肿的胆里面 她是干干净净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病人后来有一次懒的时候也痛得很厉害 那那时候我们怀疑说好像在这边有一个小的石头在那边 但是没有很确定 只能告诉你 告诉大家就是说她还是一个很标准的胆肿起来 这么肿的一个胆 那这个治疗过后她也就消失了 那这样就断断续续有三年了 那到最后 这一次又因为痛来 但是她抽血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只看到就是胆肢胆囊肿起来 胆肢浓稠 那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很清楚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就跟前面不太一样 除了她胆肢肿起来之外 这位可以看到她开始出现这个浓稠的胆肢的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可以证实说 她是因为她的胆肢太浓稠 然后造成这个粗口的主射 那这个粗口主射造成她的胆囊发炎的症状 邱展贤说 非结实急性胆囊炎常见的症状有 疼痛发作超过30分钟 疼痛时可能伴随着恶心呕吐感 疼痛会向肩背辐射 常在半夜因疼痛被唤醒 严重时会中断日常活动或需急诊就医 她的好发族群 除了这个胆肢运动伤害的话 本身有胆囊炎家族食 本身的胆肢就 这个胆肢里面的胆不存的浓度就有问题 还有本身高血脂的人 包括肥胖高血脂 还有在吃这个酱血脂药 因为酱血脂药会改变胆肢里面胆固醇的这个成分 还有就是多产或是其他会形成胆结实的 这个体质的人都有可能会出现非结实性的胆囊炎 那最近大概快速减重跟断食要小心 因为快速减重跟断食在这中间 因为你胆肢的使用会少 就是吃的不油 你都没有吃了 所以你的胆肢会在你的胆囊里面 会待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浓缩会久一点 那这种病人有时候就会突然出现急性疏痛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胆肢在里面存得太久太浓了 那一旦要用的时候它排不出来 你看它的症状就很特别 它一般疼痛发作为三十分钟 那在不同时间它有时候会反复发作 那它严重到会突然的就没办法 比如说在这边你跟我们那个吃一个早餐 突然就打痛 痛到那种全身冒冷汗甚至吐 那痛起来会非常的痛 所以常常病人说这个胆肢 我说痛的时候你已经知道 因为他常常这种病人会痛到要看急症 也就是这个会常常急症 那但是这疼痛你如果忍得住 忍一晚上或有些病人就是说半夜痛 他就睡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又觉得好多了 所以有时候你会有疼痛稳定 但是呢就是说有些病人说 都要去上个厕所吹吐或是吃味药 吃各种味药 那常常病人跟我回馈就是说 那我吃了所有的味药都没效才来看我 所以因为都吃药都没效 他觉得怪怪的这样 那当然他有溃疡或癌症或什么阻塞 还是要排除 但基本上他的疼痛就是很特别 然后那疼痛 耳心 呕吐 还有就是他会痛到右肩 那病人有时候会跟你讲在右肩或在右背后 所以这种病人很有趣就是 当他出现这种耳心呕吐 然后痛到后背 还有痛到背后的时候 他来的目的他会觉得他得到胰脏癌 因为现在这个胰脏癌的病人 他们都很担心 觉得他是癌亡 一得到就死了 所以常常病人来的问我是说 我是不是得到胰脏癌 而不是说得到胆囊炎 民众如何预防胆囊炎 医师呼吁应避免暴饮暴食 高油脂食物食粮摄取 多吃蔬菜 水果 颧骨类 多喝水 多运动 维持适当体重 当出现肤痛时应尽早就医 找出病因积极治疗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再来是破案消息 有黑帮组成甲检井 榨漆水房集团 以茶行为据点兼做水房 再透过社群网站 或者是特种验场所管道 设置豪华的私人招待所 现已多名未成年少年 当车手向被害人取款 一块来关心 除暴特警队人员 针对茶行二楼包厢 以五楼及六楼招待所 逐一进行攻坚 这个黑帮榨漆水房集团 以茶行做掩护 实际上却是作为榨漆水房 由境外榨漆机房 假冒检警 以射击洗钱等话术进行诈骗 榨漆水房集团 则以豪舍招待所吸引多位 未成年少年加入成为取款车手 再利用行动水车 透过地下赌场等方式 将账款洗白 天道蒙政议会犯罪组织 在桃园中立地区 拍摄茶行作为掩护 并以名车高级招待所 很奢华生活 来吸收包含未成年人之成员 来加入 并与诈骑集团来结合 作为邦派的资金来源 教售旗下的成员 来担任假检警的领款 或面交车手 境外机房 以假冒检警的方式 的话处来诈骗被害民众 被害民众透过面交 还有汇管的方式 来由未成年车手来取款 他成成的移转张管 制造多成的断点 然后在最后汇行张管 由水房成员利用行动的水车 交回到水房区别 就是茶行 詹姓祖贤不仅将茶行作为水房 甚至还失色行堂 有少年车手被怀疑黑吃黑 就被带到茶行据点 拘禁殴打 以加法棍事后 甚至逼迫签利本票赔偿 取款后必须上缴 组织干部 来跟诈骑机房 同分拆账 如有失封被警方查获 或侵占张管 更需承担赔偿责任 欲有不同的成员 则押至茶行内 失色行堂 以宁愿杀汉的手段 来逼迫讨债 手段残短 专案小组同步在20处执行搜索 具体逮捕到占性主贤等 14人到案 并起出各式刀械棍棒 手铐 现金 保险箱 点钞机 及震爆枪 弹丸等 全案一 强盗 炸漆洗钱防治法 少林事件处理法 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 侦办 其中占性主贤等 八位核心成员 被法院裁定 警方强调 针对黑帮 依附在跨境炸击 博弈洗钱等犯罪行为 将持续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并通过扣押不法所得 斩断黑帮金流 以维护社会治安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为了要提升行人 及行车安全 减少事故死伤 台北市交通局 及新北市交通局 携手合作 办理机车事故 防治作为 传递正确交通安全的观念 唤起全民重视 现在有规定 在行人穿越道上面 只要行人是绿灯 行人在通行的时候 三个整目纹的距离 你要离让行 不是没有发生车祸 你就可以直接走 离让行走 暑假机车事故攀升 根据110年到112年数据 双北机车事故比例 占八成以上 双北交通局共同宣誓合作 加强机车违规取缔 特别是闯红灯 为停让行人及超数 盼大家都落实安全驾驶 因为双北是共同生活圈的关系 每一天 从这个新北市进到台北市人口数 大概有78.9万 所以新北市是进入台北市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 那另外双北机车的这个登进数量也是逐年增加 到4月份为止的统计资料已经超过320万 意思就是说双北在这个机车的使用是非常频繁 然后互动非常的密切 另外我们从这个机车的事故资料去做一个分析 西中事故里面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有大约超过8成的这个事故的比例是来自于机车 那我们把其3年的这个相关的机车事故资料做一个分析 我们发现在6月份一开始 6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 大概是机车这个事故逐渐往上上升的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也把台北市的这个机车史上的资料做一个整理 那在这里面到5月份为止我们较去年的这个同期是减少了13% 那较前3年的平均是减少了11% 这个趋势图是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5、6月开始会有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另外我们从这个相关的违规资料跟事故资料里面去做一个分析 近3年这个活照驾驶的人数大概是从6月开始往上走 另外在7月的时候这个违规的人数会偏高 那7到9这一季的这个违规人数也高于全面的一个平均值 所以我们将这个重大违规的项目包含物照驾驶超速 然后闯红灯等等 对于这个整个交通影响比较大的这些违规的情况 当成是我们今年现在目前在执行的这个执法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近年来我们大概会针对这个车步停让行人的部分也列为一个重点 因为这个行人地域的部分还有整个交通安全也大概都以这个唯一的核心 就是希望车不管是在行事的过程中都能够注意到行人的安全 那我就用这张图来凸显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跟双北一起来合作 今天这样的一个专案 从时间点来看各位可以看到六月到年底 我们那个双北两个城市加总起来平均三年 它的计车事故的那个建树一直在增加 所以大概六月七月这个时间点 我们一定要大力来做这个宣传还有做一些执法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太多年轻人了 因为年轻人最近刚好都是高中毕业考大学 还没有取得那个驾照 所以暑假的时候不照驾驶的那个量很大 第二个我们看到暑假的时候很多都是漆很快 甚至闯红灯的事故造成的伤亡也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跟双北一起一起来合作 来告诉我们的年轻朋友跟家长 我们有这个专案 请大家真的是不要轻轰好自己的生命 那这边都是我们的统计是那个机车事故 在双北都大概犯了八成以上 所以这边也就是说特别再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选择选择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我们要跟双北大家一起来合作 来做这样的一个专案 那请我把各位媒体能够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双北配合公路局推出道路安假训练课程 教练会指导如何预防性驾驶 碰到事故第一反应应避免摔车等 根据统计 上完安假训练课程和没有上过课程者相比 事故降低35% 年轻学子都认为只要骑上路他就会骑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就是年轻人要去参加那个驾驶训练 因为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叫做防御驾驶 如果你不小心就是发生了意外的状况下怎么样保护自己 让自己的那个受伤减到最低 那也可以提醒说在什么状况下 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才不至于说会摔车 或者是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事故 所以依据交通部他们这边的统计 就是参加那个安假训练的取得驾驶之后 他的那个造势的风险率是降低35% 所以现在交通部正在全国都推广 大家要去参加机车安全驾驶训练的课程 可以降低相关的事故 而且提升正确的用路跟路权的概念 才不至于造成更严重的伤亡事故 双北也在这个机车驾驶的推广部以余力 总和早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机车驾驶的服务计划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专业的教练和系统化的课程 告诉我们这些主学的这个机车驾驶人 他正确的提升技术与知识 那根据公路局的这个统计分析 发现就是参加驾驶的这些学院 在后续的这个维会的风险值降低156% 那造势的风险值降低35% 所以他对于这个骑乘机车是有很大的注意 就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年轻人 是用生命在路上选孩子去骑乘 那另外这个驾驶的补助 在去年其实呢 公路区这边也有针对这个新有驾照的这些驾驶人 也提供了这个道路和驾驶的一个计划 那这部分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实际汽车 增加它这个路感之外 也可以提升它这个时光状况一面的一个能力 然后也知道这个防御驾驶的一个重要 受到既北北桃共同生活圈影响 又以新北进入台北的人口最多 双北机车登记数逐年上升 截至今年4月为止 已经超过320万辆机车 考量暑假交通事故具有偏高的趋势 很多年轻学子不懂路况 甚至也不懂法规 因此双北市一起宣导机车事故防治及警察执法宣誓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这个口腔癌 高居全国十大死因的第六名 每年被诊断为口腔癌人数约8200人 不过研究发现有15.46%的患者 是属于不咽不酒也不吃槟榔的非典型族群 立法委员王振旭与陈金辉 就联合癌症希望基金会 选在复兴节当天召开记者会 举出了包括口腔卫生不良 感染人类乳涂病毒 反复口腔溃烂及经常吃过烫的食物等四大风险行为 以及提出四不迟疑策略来提醒民众 住在高雄的张先生过去发现口腔有白斑状变异后 就戒烟戒槟榔 没想到20年后还是罹患口腔癌 不烟不酒也不吃槟榔的黄先生则是因为上网购买 他们两人都是属于非典型口腔癌的一员 根据统计全国每年有8200人左右被诊断为口腔癌 其中有高达15.46%属于非典型族群 由于患者因为不烟不酒也不吃槟榔 自认非高风险族群 反而容易忽略口腔的变化 导致延迟就医 癌症专家立法院王振旭 因此召开记者会提醒国人注意 目前非典型口腔癌的人数 过去这几年来其实是在增加当中 增加了将近3%左右 那占非典型口腔癌的这个 第三期跟第四期的病人数 会将近到有45% 意思就是说这群没有抽烟 没有吃槟榔 还有没有喝酒的这些相关的口腔癌病人 上他诊断的时候 十位里面有将近五位 已经是在第三期或第四期 那整个治疗来看的话 相对来讲 他的风险 他的风险 或是对他生命的影响 风险相对是高的 那更特别的就是 刚刚我们提到很多 有烟瓶酒的这群口腔癌人 是以男性为主 可是如果是非典型的话 他的发生率 男女比例是1比1 同样有医师背景的立法院 陈金辉则指出 四大风险行为 前肠非典型口腔癌的危机 包括口腔卫生不良 感染人类乳突病毒 及反复口腔溃疡 其中爱吃过烫食物的民众 更要注意 比如有假牙的刺激 或者是口腔卫生不足 常常有蛀牙 爱吃这个过热 或是刺激的食物饮料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HPV的感染 HPV的感染 随着我们现代人性生活的各种样态 越来越多样化 所以它也被频繁的发现到 出现在我们的口腔细胞中 那本来是一个副产歌 跟泌尿科 比较重视的一个病毒感染 但也逐渐的感染到口腔 所以也会造成我们非典型口腔癌的病因之一 中华民国口腔二面外科学会理事长林冠州也分析 非典型口腔癌患者 可能与基因生活品质不良 及身处高压工作环境有关 癌症希望基金会副董事长罗胜点 则建立六种自我检测的方式 第一个如果你有假牙的话 就把假牙把它取下来 然后去观察 假牙取下来之后 整个牙齿内部 以及牙齦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缺损 黏膜异常的情况 然后呢 你有时候也可以稍微上二 紧携来看看上二 有没有异常 然后甚至 有时候摸摸看口腔的夹部 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的肿块 那甚至伸出舌头 看看 口底 舌头有没有活动的异常 或者有不正常的一个肿块 当然最后呢 我们也可以摸摸自己的脖子 两边是不是有不正常的肿块 或者零巴结的出现 高雄市牙医师公会副理师长林明志 认为应该加强第一线牙医师 对相关症状的敏锐度 鼓励佩戴假牙的患者 定期回诊 同时也建议筛检标准 增加非烟非酒的患者 出席的卫福部口腔健康师师长张 永明说明政府的作为 包括制作口腔保健宣导影片 及手册广发各县市卫生单位 鼓励民众六个月做口腔检查 高风险族群则缩短为每三个月一次 未来也计划召开专家会议研议 强化跨部位合作 以精进口腔癌照护 保护国人口腔健康 预防非典型口腔癌 四不一时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为了让长者走出家门走入社区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共同举办五感体验 散策大道成长者热灵活动 以丰富长者的五感体验 规划了一系列的课程 长者们跟着老师的口令与音乐 一边练习动作 一边记住走位 尽管有些手忙脚乱 但第一次学歌仔戏 难得的体验 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 开心之余也收获满满 我不知道我可以 我不知道我可以 那刚刚唱起来 我说会不会太大声 我是不是要小声一点 我播穿我们比较熟 对 这一段我们都很熟 所以可能老师有想到这一点吧 那我们比较快上手 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是我觉得玩得好开心 然后刚练习的满身大汗 但是笑得好开心 我觉得越有错误 越开心 他的歌仔戏 不是只有传统的歌仔戏 他把爵士放进来 他把黄梅调放进来 各种就觉得好有意思 这样子 我相信年轻人 就更愿意去接近他 在小时候是有接触过 但是中间很长一段时间 根本没有机会看到 难得在退休以后 在将近七十岁的时候 还能参加我们 大同期健康中心 所办的这些一系列的活动 尤其是歌仔戏这个 这个最后的压轴 我觉得非常高兴 同时也对我们中老年人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效果 活动邀请有三十年歌仔戏林 并且曾经获得传译金曲奖的 陈宇安老师 教掌者们认识歌仔戏 学习歌仔戏的唱腔动作 以及在舞台上的走位演出 让长者们在欢乐的气氛中 学习体验歌仔戏 在指导这些长辈的过程 其实不管年龄层 因为从我们的考量 多半都会是初学者 所以没有年龄的问题 不管他是六岁或六十岁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初学者接触到身段 你必须要用他 比较能够理解的方式 来指导他身段的部分 让他可以有记忆点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 比方说 用一些常用的日常的动作 来提醒他 比如说我们招三观的三 我可能就说来比一个OK 他们就会记住OK 这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讲的数字 数字三 这样 所以其实在设计课程上 我们会比较偏向用耳熟能详 像大家都知道 在台湾歌语里面 就是星骑白白这世五世 很多人普及都 应该都很熟悉 所以我们用这个题材 他们比较没有陌生感 然后再加上身段 那身段的部分 就要设计的简单 二要 所以在设计课程上 我自己都会去思考 如何减低学习者的这个压力 然后提升兴趣 我觉得只要 让他们可以多认识歌仔戏 就會多一个人进剧场 支持传统戏曲 再发展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接触民众才是我们最直接的 把这个苗子种在他们心里头 包括他们带着孙子来 以后他们就会说 我看过这好像就是呱乙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广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共同举办无感体验 散策大道成长者乐龄活动 以丰富长者感官 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以及触觉的无感体验 规划一系列课程 获得长者热烈回响 有中药 然后有DIY的手 手做那个植栽 然后还有DIY的印蓝 然后反正一开始他们就讲无感 那怎么样去 还有做那个 我觉得对我这个年纪 整个脑袋都回到了小时候 有一些是大道成的一些历史的一些简介 还有一些健康的讲座 还有一些DIY 这些东西要教学 最后当然就是歌仔系的这个体验 来做一个结尾 我觉得这个在我这几十年来也很少接触到的 我觉得非常新奇好玩 这样的课程其实是要唤起他们一些美好的回忆 还要充实他们平常的一些生活内涵 让他们都走出户外 然后可以去认识大同区的美 都参与大同区的活动 那也可以利用大同区的一些特有的商业活动 去充实他的生活内涵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生活就会比较充实 然后也多结交一些朋友 其实对他的健康会很有帮助 在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这个很多样化的一些活动 包含有请营养师来带领我们的长者 亲手来这个手作 让他们来体验这个米食的一些文化 那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麻吉专校 以及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同学们呢 共同来做一些手作的印花布啊 然后让他们做出属于自己的印花布 还有体验这个歌仔戏的部分 而且共同来做这个歌仔戏的展演 那另外呢也跟同学们 就是亲吟共办 亲吟共创 能够来做这个眼笔拓模 还有这个认识生活周遭的一些职栽啊 利用这些职栽来做一些创意的手作 以及就是在我们台北市非常有名的迪化街 能够让我们的长者多认知这些重要材 并且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 那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一系列的课程呢 能够带给长者一个丰富的暑假 而且呢可以延缓一些认知的退化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举办勒林活动增进长者们 对传统艺术文化的了解 也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交流 在轻松无压力的气氛下 学习新知开心过生活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市长蒋文安 新北市长侯又宜 桃园市长张善政及基隆市长谢国良 一起出席基北北桃 《我的减碳存折》全民运动论坛活动 蒋文安率先抛出两年无限制 搭乘台北监狱的VVIP卡 以及基北北桃U-Bike系统一年内 前六十分钟免费齐存的VVIP 剪碳爱地球 基北北桃推出《我的减碳存折》全民运动 四市首长同台举办交流论坛 也感谢企业界及社会团企们参与 颁奖模范企业 我们在去年7月1号 基北北桃我们四市 1200都会通交通月票上路 到今天有非常具体的成果 我们发卡610万张 累计4.9亿人次 而且乘客市民的满意度 都高达98% 而且我们有经过计算 我们运据转换也提升到了7.33% 所以在基北北桃四县市这个部分 我们1200都会通其实是上升有具体成果 我们推出四县市 《我的减碳存折》 也就是我们透过市民朋友搭乘 大众运输工具 累积的里程数转换成 你每天减少的碳排放量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好礼活动 我们透过这样鼓励 诱因让市民更能愿意搭乘的运输 那当然非常谢谢 我们许多企业 公庙 各团体 大家共同的支持 让我们这一次搭乘提出 相当吸引人的诱因 新北市在2013年 要减碳30% 这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新北市很早就推动古煤城市 我们已经达到五美城市 在2023年 所以我们的减碳是一定有一个步骤 有一个瞬息 今天我们推动的 《我的减碳存折》 中产品小物都有很多的奖项 是鼓励大家来搭乘大众运输 不但鼓励大众运输的推动以外 新北市因为刚好窜起 北北基桃的中心点 我们的人口有户籍的404万 包括长住人口450万 所以这么多的人 我们希望在热桃效应底下 除了我们在整个都市发展 同时推动静零示范区 以及我们所有的土地建物 我们都要减碳目标来做以外 我们新北市把巴黎做为第一个 静零示范区 我们一定要在2030里面 把巴黎静零示范区做好 今天尤其是我更高兴 更能够跟基北北 一起来推这个《减碳存折》 换句话说 只要你要出门的时候 有选择的空间 要做私人应聚 还是要搭公共运输 如果你搭公共运输 你的减碳的credit会增加 越来越累积 抽奖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说 我们桃圆市政府非常高兴 和基隆台北新北结合起来 把我们这个《减碳存折》 大力推动 把我们这个奖品奖项 也来加码再加码 让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觉得说搭乘公共运输 不只是省钱 而且对地球环保有一分贡献 那基隆市府 在未来也预计 希望在两到三年内 把目前老旧的大型公车 能够汰换成为 减碳电动大型公车 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政策方向 那我们这一次也欢迎大家 来到基隆能够游玩 为了这个《减碳存折》 我们也提供了在基隆火车站 圆宇宙相关的一个实境体验的一个折价券 欢迎全家大小爸爸妈妈 带小朋友来基隆游玩 我想我们基北北桃大家的共同施政 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在谈减碳 那未来我们也会跟三位市长大家共同努力 基北北桃市府透过定期票鼓励市民搭乘 大众运输工具也逐步推动电动车等政策 让各市成为减碳生活圈的领头羊 台北市长蒋王安更率先抛出台北捷运的VVIP卡 以及基北北桃U-Bike前60分钟免费乞乘的VVIP卡 我要跟大家在这边宣布 我们提供了也就是五张台北捷运VVIP卡 大家想想这个VVIP卡是什么 双年卡五张也就是两年无限次搭乘台北捷运 另外我们也有北北桃U-Bike系统也是VVIP卡 也就是在一年60分钟免费习乘 所以这不只是一个让市民陪友享受这样的优惠 更重要它是一个honor 是一个荣誉 它代表的是你用身体实气的行动来进行减碳禁令 四市市长及交通单位共同与会 并且邀请企业与公共运输业者共享盛举 藉由论坛交流带动机关与民间企业共同分享减碳推斗 互相学习共创多盈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大稻城除了有老屋与店家百味 还有很多猫店长 大稻城百年饼铺结合传统台式糕饼 与大稻城店猫文化推出有猫咪可爱造型的糕点 店家还特别制作了猫派散布地图 让消费者可以按图锁猫探访猫店长的可爱模样 猫咪造型的酥饼以在地特色食材 茶肉松糯米的特殊性及香气 搭配有点黏又不太黏的内餡 大稻城百年饼铺推出职人手作 新台派糕点猫派 搭配三款街屋造型礼盒可爱又文青 为什么要叫做猫派 最主要是因为说我们这个层层的酥皮 再加上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内餡 麻糬口感这样有点黏又不会太黏 那这样就好像是一个猫的个性 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名为一个猫派 那另外这个饼有一个特别的 一个猫的脸的一个外形 那这还有三种口味 有原味 有包种茶 然后另外包种茶里面包的是黑糖的麻糬 再第三种口味就是我们用隔壁的 江济华龙的肉松再加上这个咸蛋黄 就是可以蹦出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咸派的感觉这样子 大稻城是台湾南北货著名集散地 因为有不少店家养猫 而有了猫街之称 从传统南北货店家到文创旅店 都能见到他们可爱的身影 因此饼铺特别制作猫派散布地图 让消费者可以探班猫店长可爱模样 大稻城就是一个老街 有许多的一个一栋一栋的老街屋 那我们这一次就做出 用这种街屋的形象的一个造型 那搭配了这一个大稻城 上面有许多的猫店长 很可爱的这些猫店长 他们就是有正宅抓肉 守财库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们就是把这样的结合在一起 那邀请大家能够来大稻城散布 带着这个散布的庙屋 然后来找这些猫店长 可爱的猫店长 那这九只猫分别在哪里呢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猫地图 那这样的一个猫地图 从这个李林乡开始 带着这样的一个散布庙屋 里面就有带着这个地图 一尖一尖的去走这个大稻城 那变成说来到大稻城 又有一个新的软性的议题 来了解这个大稻城的商业文化也好 来了解这个猫店长的很可爱的一面 大稻城啊 迪化街这边 蛮多中央南北货店 他们都会养猫嘛 所以那这个猫 就是猫干嘛 就是抓老鼠嘛 所以它有点就是去这一个 帮店家守护的概念 那也是守住店家的财库嘛 那当然现在迪化街 不是只有中央南北货的店家养猫 还有这个旅馆野养猫 然后做这个鱼碗的野养猫 然后做还有攀岩的野养猫 那就变成了 它跟我们在地的商业文化特色 融合在一起 那大家来到迪化街 大稻城的时候 就是希望说大家看到我们在地的 产业以及文化特色 然后再加上美食点心 台派的新糕点 更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吃猫派 然后可以逛地化街 逛大稻城这样 除了带着猫派伴手礼 寻找猫店长 店家还举办漫步猫街大稻城 摄影比赛 入选者最高可获一万元奖金 及散步喵屋离合组 邀请民众用自己的视角 记录大稻城特有的商业风景 及电貓身影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日系车厂 代表性的全球热销小车 推出第四代主打极致刚好的车身 符合台湾狭载巷弄的驾驶环境 新车发表会上 跟邀请来自日本的超人器舞团 与新车互动演绎 展现年轻时尚的品牌形象 来自日本的超人器舞团 受邀新车发表会 整齐划一的精准舞蹈动作 与全新车款互动演绎 展现年轻时尚的品牌形象 日系车商以精巧灵活 紧凑尺寸和充足空间为诉求 打造极致刚好 适合台湾道路与驾驶的 城市经典车款 全新外观的第四代车款 除了极富动感的车体轮廓 加上半壳式引擎盖 与环绕整车的圆形腰线 搭配已驾驶导向的人机互动设计 以及燃油效率 与驾驶性能的双重提升 全方位守护驾驶者 与乘客的乘坐安全 安全地车款 与驾驶的技术 非常人気 所以 募集中 到处时 都会有很多 客人 今年 北部 中部 南部 全16次 開催 提升 若然 驾驶 都会有自信 车款 日系车厂 全球战略车款 推出以来 全球热销 累计超过900万台 這回推出 第四代全新车款 势必在台湾汽车销售市场 掀起一波热潮 记者零七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基隆浪漫七夕烟火秀在基隆地标释放 市长谢国良特别到现场 和大家一起共度浪漫的夜晚 民众一起高升倒数 基隆浪漫七夕烟火秀在基隆地标释放 缤纷纷璀的高空烟火照亮夜空 让市民和外地游客大饱眼福 因为小朋友回南部过暑假 然后就带我老婆出来 和我一下情人节 那你们觉得基隆这个港蛮漂亮的 对啊 很漂亮啊 想象中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次来这边吧 当然在地的都要共襄盛举啊 而且一年就这么一次 然后难得机会 所以好好地来欣赏一下 这场浪漫七夕烟火秀 人气抢抢棍 许多民众都提前来到国门广场 跟海洋广场卡位 市长谢国良在文化局长江廷梅 市议员郭美秀 卫生局长张贤震 警察局长翁群能的陪同下 特别来到现场与民众打招呼 和大家一起共度浪漫七夕 谢谢 谢谢哦 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这个好位置 好位置 那最近每次释放烟火都有好天气 所以小爱爸爸今天心情很好 后面有很多市民朋友 我们也一起要同乐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基隆市 就是慢慢地走向一个国际海港观光城市 那我们会在这个议员跟局势首长 大家团队共同努力之下 会把基隆弄得更好玩 更温馨更有爱 这次在基隆地标上面 呈现的高空烟火灿烂夺目 让民众大呼过瘾 其中最佳的拍摄点 在海洋广场 东岸广场 甚至更远的中正公园 都可以拍到 具有山海港城多层次的美丽烟火 展现基隆之美 另外市府文官局也期望 透过烟火活动 吸引上万名的民众来到基隆观光消费 活络带动基隆的商机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为了要支持谢国良 前总统马英九 再度来到基隆庙口 为谢国良加油 不少来吃美食的民众和摊商 也不断为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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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总统马英九 跟基隆市长谢国良 来到基隆庙口 沿途跟民众和摊商打招呼互动 获得民众的热烈欢迎 纷纷为市长谢国良加油 随后前总统马英九 跟市长谢国良 一起进入奠记公参拜 祈求基隆封条与顺 国泰民安 让基隆人赚大钱 马前总统 基隆市市长谢国良 敬全体贵宾的人 向殿记公开康圣王 敬本宗伟尊人 请三上将礼 一上将 再上将 三上将 三上将 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市长 我们谢市长 能够追随他的脚步 是一轮建设的 大家都对不对 所以希望 在他的努力上 进一步的把这个城市 在北台湾 打造成一个模范的建设 好了 好 最后我们 各位的决心 我们 我们的高明佑 心配给我们 凡事录影 我探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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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跟谢国良也强调 面对这第一次的罢免案 民众都非常陌生 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宣讲说明 也呼吁市民朋友要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 谢谢国良 谢谢国良 国良 国良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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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的市长 让他好好做下去 不要罢免他 好不好 好 我刚刚讲的话 没什么大学问 不过呢 还是请各位回家之后 告诉大家这什么意思 好不好 绝对 绝对不能罢免 这是一个好人 这是一个能干的人 做了很多好事 不管是从老的小的 他都在帮忙 你罢免他只有一个理由 你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因为他当你的市长 把你的位置抢到了 对不对啊 对 所以 各位千万不能够上当 千万不能够去罢免 好不好 好 最后呢 最后呢 大家可能还没有吃饭 希望大家想清楚 然后告诉你的朋友 告诉你的亲戚 好 再过差不多快一个月吧 一个月就要投票了 在这段时间前 拜托到处走动 告诉有投票权的民众 支持谢国梁反对罢免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当然必须要来宣传 我们的不同意罢免 现在还有很多市民 根本不是很清楚 这个票到底要怎么投 这个是中选会 急急的就想 把投票日期提前 然后赶快趁 基隆民众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就赶快把这个票投完了 因为他们了解 只要民众越了解 这张选票 跟他的意义 跟一定要出来 投这一票的话 他们 他们获胜的机会 就会不断的降低 甚至就不可能会赢 所以他们可以预见得到 会不断的想办法 用各种方式 把这场选举提前 目的就是不让基隆的民众 了解到他们从未投过的这一票 代表这是什么意义 这次前总统马英九 跟市长谢国梁 也到庙口名摊 品尝滤肉肉饭跟肉羹汤 市长谢国梁 吃了一碗半的滤肉饭 前总统马英九 把肉羹汤都喝完 不断的说 基隆庙口小吃超赞 陪同的市议员 韩世玉也说 这是从小吃到大的美食 非常有基隆故乡的味道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道 而市长谢国梁分享 他在基层走访 宣传市政时 很多民众都给他鼓励加油 获得的回馈 都是觉得这个罢免案 是劳民伤财 不同意罢免的民众居多 我们在各地去拜访 然后早上问安 给通勤族的问候 其实很多市民朋友 都有跟我们打招呼 都有跟我们喊加油 其实大家也可以从 这个画面镜头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台湾是民主的社会 不可能每个人都支持我们 一定有人支持我们 不支持我们 可是你要看的是比率 你要看的是比率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从民调数字 或者是你从平常街坊的反应 或是从不断的直播画面 你可以看到民众对于所谓的罢免 基本上是反感 他们会觉得劳民伤财 根据一份最新的罢免民调显示 同意罢免市长的人近四成 而不同意罢免市长的 有近五成的市民 从数据上显示 目前不同意罢免市长的名义 还是占多数 而且有五成的民众认为 罢免不会成功 认为会成功的市民 大约有三成二 所以我觉得民众是看在眼里 但问题是 大家现在没有投过这张票 所以大家不知道 这张票的投的意义 有很多人还是跟我们说 因为支持我们 所以不投这张票 那这样子其实是一种 民主制度的漏洞 大家应该要充分了解 这张票跟他所带来的效果 而不是用误解了 然后造成他们最后的不投票 所以当然我们自己 会多努力去宣传 然后我们也会 更让市民了解到 如果要支持谢国良 不是不出来投票 而是一定要出来投票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则不实言论 而民进党方面也提出回应 反恶霸 挺善良 我们不同意大名 反恶霸 挺善良 我们不同意大名 画面上是国民党 基隆市议会党团 蔡旺连 蓝敏黄 与何淑萍议员 跟国民党 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共同召开记者会 谴责霸梁阵营 宣传不实言论虚假讯息 企图给民众错误的印象 国民党呼吁要还给基隆 一个良善的环境 停止罢免的政治操作 8月5号 我们基隆市政府 学院委会正式公布 联署查询单 只寄出1441份 对比民进党民意代表 在这天节目在脸书上 乱说的25000份 相距非常之大 两个数字 误差18倍之多 我想从市政府的公告资料 可以确认 这又是民进党选举的奥婆 他们公开造谣 那市选委会 为了基于选务的需要 确保罢免的公正性 依照民众所提供的情资 评估宽列25000份的查询单的预算 以备不时之需 我在这里跟各位市民朋友来报告 这只是垫付案的预估经费 那必须是要依照这个核实支付 为支付的余额将全数缴回市库 绝对不会这个福报或滥用的情势 那在这里本人就要质疑了 因为本人是审查会主席 我们早上才在议会开程序委员会 那但是这个为什么公文晚上就出现在政论节目 今天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要还给我们基隆地方的一个社会公平正义 在还没有确定他的联署出的分数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利用民意代表的身份 然后在政论节目在媒体上一直在宣打 说是怎么25000份的这个数字 而针对蓝营召开记者会批评 民进党方面也提出相关回应 他们估算的罢免查询单数量是来自于选委会提出的预算规模 我想大家有看到当初基隆市选委会提供的相关的罢免的预算的一些科目 那上面也清楚的载明这个邮寄费是25000份 但我们也很感谢基隆市选委会能够依照相关规定来执行 那最后应该听到寄出的查询函是1400多份 那也符合我们认知的期待 因为这跟高雄当初罢免的这个相关比例比较相符 那我们只能希望说未来如果罢免真的成立的时候 很多需要去宣传或需要做动作的都在相关法规里面执行 不要越举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时间 那今天国民党居然说的是说 因为我们在节目上披露这25000份的这件事情 而造成选委会的一个公信上市 但重点是说如果今天基隆市选委会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的话 他何来编列25000份的这样的一个查询单的预算 那过去不管是在台北台中高雄相关的一个罢免 他的罢免的查询单的比例都不到10% 难道基隆市选委会有像其他的县市询问过类似的一个经验吗 我相信这个编列已经超过了60% 这是一个这么浮夸的一个数字 甚至是这么浮夸的一个数量 难道这不是当初就应该要被检视过了吗 所以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揭露 我们甚至是预防了基隆市这个罢免案被恶意的一个没收 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是基隆市国民党的一个市议员 应该要来面对的这件事情 根据观察这次的罢免案几乎成为定局 将进入第三阶段投票 这也是基隆市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市长罢免选举 考验基隆市民的智慧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张启腾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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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